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银行实务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要参考这个第十奖 第八章云朗信偷的业务 我观看这个信偷业务在现行成熟社会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因为它可以用专业的方式来代替它们来管理处理财产 而为自己或特定的目的来达到 也绩效跟争执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信偷的精神 最主要是发挥它的专业资产管理能力 但是同学要了解说 这个信偷一般 因为你是代替人管理人家这个财产 所以你必须的善尽你的这种 忠实的义务和这个责任 而且更重要的 因为信偷 你请这个银行或信偷业来帮你管理这个财产 那么有关这个损失 是由这个委托人来置物这个盈亏 而且信偷财产除了存款以外 它是不受存款这个保障 这也是说信偷对这个委托人当中 你必须了解这些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信偷业者一定要发挥它的专业的道德 专业这个道德 管理的这个道德跟劫测的道德 因为你这个资产买跟卖 会影响到委托人这个潜力 所以这个专业性非常的重要 当然道德的层次也非常的高 所以本讲的这个重点有这个三个 第一个了解信偷契约与种类 第二个了解信偷业的范围 第三个了解信偷契约约与付税的处理 好 那么我们一系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 首先我们讲信偷的意义 那么信偷简单讲 就是代替他人管理财产的一个制度 一个法律的关系的制度 所以他是有法律的保障 法律这个保障 而且他必须用他的专业 为这个受益的或特定目的来管理 来管理或处分信偷财产 所以由图表当中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信偷的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么委托人按照这个信偷的企业 那么请受托人 来针对信偷企业里面的一些信偷利益 来给他指定的所有人 当然受托人最主要按照这个标的物 标的物是说信偷台产 来做好管理跟处分的一个专列的一个责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信偷的基本精神有委托人 受托人跟受益人 彼此之间所串联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关系 所以当你有财产时 你要不懂得管理 你就可以交给这个信偷公司 做受托人 那么受托人按照这个专业 就可以按照你所指定的受益者 来分享他管理 处分信偷财产的一个利等 这是他信偷的一个精神 那么再讲第二个说 信偷契约定定应注意的事项 因为信偷契约是你信偷价值的核心 你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轻轻表白 在书面上有所表示 第一个你信偷目的 也就是你是依怎样的目的 来成立这个信偷 像你要退休安养的目的 使退休有尊严 而且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 那么你就可以将你的财产 委托信偷公司 帮你来加以处理管理 那么第二个 你的信偷的一般所讲的财产 那么一般可用金钱衡量的 都可以作为信偷的财产 像有实体的土地 房屋 无实体的商标 专利权 都可以视为信偷的财产 那么信偷的关系人 当然刚才已经讲过的 有委托人还有受托人 跟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委托人是将财产 委托给信偷公司 也就是受托人来管理 除了你的信偷财产给受益者 那么再来信偷的利益的分配 那么你信偷的利益要怎么分配 分配的时间以及这个利益 要怎么移转 都必在企业中加以明确地表示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法律关系 所以事事项项都要明明白白地 在书面上加以表达清楚 那么再来讲这个信偷的成本 那么信偷的你这个交易当中 一定会产生你的税监跟手续财 那么这些要有谁负担 谁要承担 也必须的在企业当中加以明示 那么再来这个受托人的报酬 受托人报道是信偷公司 或营养所兼明的信偷部 那么你要给营养多少个报酬 那么你的报酬多少 你的计算方法 你的支付的方法 你的支付的时间 也必须的在企业加以这个明示 那么再来受托人的责任 那么受托人的责任 是指一般时候讲的信偷公司跟银行 那么你管理的这个范围 以及应该办的四样责任 如果今天你没有按照你的专利 忠实来为委托人来管理这个财产 导致这个损失 当然信偷公司跟银行 要负起赔偿的责任 这是说你受托人应该负得责任 因为你拿人家的报酬 你当善尽你忠实的诚实的义务 为他人来加以管理 因为信偷台产透过你的专利 它最主要目的要争执 要保持 那么再来第八个 信偷契约的消灭跟忠实 当然你的这个信偷的目的已经达到 或者说不能完成 那么就会自动这个消灭 那么这些一定要在你的企业 明确记得哪些事有可以终止 哪些事有可以停止 哪些事有可以消灭 这是有关在你的信偷的这个企业当中 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表示 那么再讲第三个信偷的种类 当然信偷为了满足各个不同 这个有财产的人的需求 那么通常的实物上 那么信偷基于他的 一般的这个委托人的意愿的不一样 那么有做这样的气温 第一个 以委托人的分裂有两种 个人的信偷跟法人信偷 那么个人信偷是以委托人为自然人 自然人 通常是委托人可能他有一笔大的财产 为了他的子孙的利益 利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通常的个人的信偷的都以他意信偷为主 他意的信偷为主 自意信偷为主 那么法人的信偷 那么法人信偷的也委托人为法人 当然法人信偷一般都是以帮人家来理财的 所以他是以自意信偷为主 他意信偷为主 因为我们一般所讲的 你交给信偷公司都是以法人的 好 我们这个先休息一下 第三个我们依信偷的目的来分 有自意的信偷 自意的信偷 跟公共利益的信偷 那么私意的信偷有分两种 一种自意信偷跟他意的信偷 那么一般的私意信偷是以个人的利益 或特定他人的利益所成立的信偷 所以如果说你的委托人是自己的 我们叫自意的信偷 那么委托人是为他人利益所成立的 我们叫做他意信偷 那么再来是公共的信偷 那么公共信偷它是基于公共的 也就是公益的信偷 是基于公共的利益 像一般慈善团体 那么所成立的都属于一般所讲的公益的信偷 那么再来的第四个 第四个按照这个信偷的意愿 一般有两种 按照有认立的信偷 跟一般强制的信偷 也就是按照这个委托人意愿 有认立的 认立就是说以委托人 按照本人的意愿 来成立的这个信偷 那么强制的就是说有外力的介入 像一般所讲 你是扮演某些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么国家规定 一定将你这个财产 要委托他来管理 避免有一些 一般所讲有这个舞弊 或其他这个行为 或你的财产的不当 这个增加这个行为 所以一般的公众 这个人物 大概都会有这个强制的信偷 强制的信偷 所以你的职位 比较敏感 比较重要这个角色的 通常政府都规定 将你的财产 那么委托 这个信偷公司 做一个专业的管理 而且避免这个嫌疑 那么第四个 依成立的原因 当然有这个四种 一种企业信偷 按照企业关系 所成立的信偷 第二是深潜信偷 就按照你的深潜 将你的财产等等 那么先向这个信偷公司 来这个成立这个信偷 当然深潜信偷有一个好处 可以将你的意愿 从容表达清楚 避免这个死后的 发生一些纷争 那么遗嘱 有些不是用这个深潜 要遗嘱 用遗嘱的方式 将你的财产 种种其他 变成一个信偷财产 那么来所成立这个信偷 还有一个先世 先世就是说 委托人用口头 或书面的方式 所成立的信偷 当然这些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那么所成立这个信偷 他所必须表达的信息 就在我们前面所讲的 信偷企业当中 都必须明确在这个表示 那么再来讲这个第五 一是否营业目的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营业的信偷 也就是说 它是营业利益 由营利为目的 所成立的信偷 一般都是营业信偷比较多 非营业信偷是非营利的 像你委托这个律师等等 通常一些比较属于 这个公共的慈善的 大概都属于这方面的 那么第六个 一管理方式有三种 有集团的信偷 比如说你将一些 没有特定的 将一些共同的利益 得一些不特定的多数人 所成立的信偷 他是不特定的多数人 所成立的 通常说一个公司等等 不特定的 那么这准集团 是指特定的多数人 所成立的一个信偷 所以集团是不特定的 多数人 共同所成立的 准集团是不特定的 多数人的这个 所委托所成立的 当然你集团信偷 以后的盈亏 按照你参与的人 多寡来 以及你所分摊的财产多少 来分摊你的利的 那么这一说 个别是以个别委托 个别是为自己的 个别利益 那么所成立的信偷 通常一般的公司 一些员工 比较偏重在这个集团 或准集团方式的 所以可见说 一个成熟的社会 那么信偷应该可以 半年发挥 很好的一些 这个角色跟功能 功能 是说对这个信偷 要怎么去管理规范而已 因为你把财产交给这个信偷业 如果他们有点专业 那么可能会造成很大问题 就像刚才我们全体所讲的 信偷业者的专业的道德 管理的道德跟劫策的道德 真的非常重要 这三个要达到的话 真的以现实的社会 真的有点困难 尤其刚才讲过的信偷 它所有的风险 都有委托人来自护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它的专业能力 管理能力 跟劫策能力 确实会左右 信偷财产管理 跟处分的一个价值的高地 那么再讲第四个 信偷的优点 那么信偷的优点 通常有八个 第一个安全线 因为你把这个钱交给信偷公司 那么以后你交给信偷公司以后 假定你个人发生一些债危机 那么你所交出去的信偷财产 不会受影响 不会受影响 叫做一般所安全线 照讲说你今天假定说 你是一个债务人 理论 这个债钱人有权利向你来追索 但是因为已经交出去的 委托出去的 这个财产是独立性的 所以可以受到保护 那么独立性 一般我们钱 信偷财产交给信偷公司 信偷公司 就是受托人 那么受托人 它的账户是分开独立的 以后假定信偷公司倒闭的 那么你这个财产不会因为它受到倒闭而受到影响 所以它具有这个独立性 而且弹性 也就是你今天委托出去的 你有资格来更改信偷企业的内容 所以它这个一般都满有这个弹性 可以符合你的西药 如果这个孩子不孝了 你不想给他这个分配 你就可以改 起码给子女的一种耶稣力 也现在子女的真的都蛮放肆的 怎么样叫孝顺都不懂 所以刚才讲说 做人最重要是孝道 什么事情都不要讲 都要孝 但现在好像都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这也是 那口头已达 所以这个做人如果说没有孝 真的蛮伤脑筋的 所以未然的基本条件 应该懂得去尽教 那么再来第四个 预先分配财产 预先分配财产 就是透过这个信偷 你可以避免说以后发生一些问题 不过现在很多企业不错了 把这个财产做公益 真的这些人真的非常有高度的智慧 他把财产的这个作为公益 假定他有在做人 他会更富翁 也就是你今生不思一意 你来生就变好多意的 所以这聪明的人 才有这种高度的智慧 做出一般常人所无法理解的 高贵的行为 那么再来一个节税 一般透过这个信偷 他像你的什么增值税等等的 有时候被人的信偷公司去承担 你就可以节税的目的 还有保密 理论上当你的财产接受 转移到信偷公司的 信偷公司有义务来保护 降你很多财产 人家也不知道 所以很多贪官污吏 也可以偷这种方式来保护 不过降会也是一个业障 其实坦白讲的 我当时讲说人世间最终 还是一股善恋 你不管再怎么样的去猎斗 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的 但这一点一般人都不会去理解 跟聊是很遗憾 所以各位同学们都不会去注意到 输读越多越不懂得因果的一种清算 所以人家讲说输读越多越不孝 大学大不孝的 中学中不孝 小学小不孝的 没有读书的最孝顺 这是很奇怪一个问题 到底输读到什么地方去 另外一个是说资产集中管理 这是说一般假定你的财产很多 分散各地 那么没有统策管理 你可以透过新的公司 来帮你做这样一个管理 第八个专页 你的专页才有帮助将你的资产增值保持 好 我们时间关系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再我们讲这个信托业务的范围 那么在实务上 按照这个信托的属性 大概有十种业务 也就是你的信托财产 大概有这十种 第一个 你用金钱做信托财产 我们叫金钱信托 第二个 你用这个金钱债钱跟其单把物钱 来作为信托财产的信托 第三个 你用有价证件 来作为信托财产的信托 像股票的 公司债的等等 第四个 你动产 你用机器 车辆 这些 来作为信托财产的信托 那么第五个 不动产的信托 用土地的房屋 来作为信托财产的信托 那么第六个 租润钱 租润钱就是说 为信托财产的信托 有信托公司来帮助你租人家来 来代替你收这个 这个一般所讲的 汇用 方便 因为现在人也是 坦白讲 交给这些专利 省时省力 那么收钱就好了 做一个鲜钱的高贵的 有钱人也是不错的 再来第七个 地上钱的信托 以地上务 为信托财产的这个信托 地上务 那么第八个 专利钱的信托 它实际 那一般所讲 智慧财产钱 智慧财产钱的一个信托 也可以 那么第九个 著作钱 也可以作为信托财产的信托 还有其他财产钱的信托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信托也会非常的宽跟广 所以这个业务 如果办得非常好 对营养来讲 也是一个庞大的力气 不过一定要掌握 刚才所讲的那十二个字 专利的道德 管理的道德 解释的道德 那么再来第六个 信托投资的等级 那么信托投资等分的五个等级 它这个信托投资的风险等级是 Risk Rate 2 有没有 由风险低的到高的 依序分的五个等级 那么额尔1的话 一般是说 以追求安全稳定收入目标的 如货币型基金 那额尔2的话 以追求相对稳定收入目标的 像以开发国家的公债 或投资等级以上的在线基金 投资等级要三个B plus BBB加以上的才可以的 那么额尔4的话 是属于以兼顾资本利的 及固定收益为目标 像平衡型的基金 新兴市场的在线基金 那么额尔4的话 它是以追求资本利的为目标 都在股票市场上 如投资以开发国家的股市 就是全球股票基金 或区域型的股票型基金 那么额尔4的话 是以追求最大资本利的 我们目标 单一国家基金 所以最近因为 国内的股市还稍微不错 所以这些基金 一般的损失率 都慢慢在递减的 所以说像这些 都是一般我们要了解的 当然新欧的公司必须评估 当然它会按照 这个委托人的这个属性 来做妥算的一个规划 否则就没有办法发一个专列 那么再来我们看这个第七个 那么第七个是有关这个 信托的一般所讲的这个 国内信托的这个食物 那么国内信托的这个食物 都是业务的 一般理论上大概有五种 五种 因为目前国内还在起步阶段 各方面还有在法规的深化跟强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坦白讲 还是在学习阶段的 第一个金钱信托 也就是以金钱作为信托财产的 一个委托了 那么金钱信托 比目前上有七个都不透了 第一个特定金钱信托 它指定你投资的对象 你买股票 你买基金 所以个人这个信托 另外是企业员工的这个持股信托 是属于法的 那么企业员工持股信托不错 为了强化员工对公司的认同 由员工提累一部分的资金 配合公司的基地金 那么委托这个信托公司来再管理 这样也可以达到它未来 退休保护自用 而且也可以达到认同公司的 第三个是这个保险金的信托 是把假定保险的那个理赔金 将这个理赔金 那么委托给这个信托人 信托公司来再来这个处理 所以它将这个信托的财产管理制度 跟保险的生活保障制度 把它连结在一起的信托 这个观念都不错了 再来第四个退休安养信托 还有单亲跟遗孤信托 还有身心障碍信托 这三种信托一般都是有规定 等于它的目的 你一次都要投出它一百万 每增加三十万 来为这些人来家里去照顾的 所以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一般所讲的方式 你说退休可以达到一个尊严的保护 那么单亲或遗孤也可以说 它正为一个妥善的照顾或身心障碍的 假定说有一笔钱 透过这些信托公司的协助 可以达到保护的目的 那么不动产买卖家庭安全信托 就是说你买卖股票 那么买方当然怕这个不动产 或是说动产还没移转被骗 卖方他怕拿不到钱 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不会发生问题 也就是不动产买卖家庭安全的信托 不过目前国内很少再办 第二个有价证件信托 所以国内的像股票的 债件等等 作为信货财产信托 还有不动产 不动产一般在国内上 大概有四种 不过比较多还是开发型跟管理型 开发型是一些公司 他向银行借钱 然后他将这个钱 那么由信托公司来保管 这样比较能够专款专用 别被冒用 那么自己管理型 就是很多有房屋的 他租给人家 那么他可能房屋很多 那么就委托由信托公司来处理 也比较方便 这是要有关 一般所讲的不动产信托 那么台湾存托评 这是一个金融国际化 我们一般所讲 外国人在台湾发型 外国有价证件的一个 这个评证 那么当然可以避免 汇率这个风险 我们可以到国外去发 美国信托等等 另外一个量身定斗的信托服务 像一般生前企业等等 这是以每一个人的属性 信托所规划的 所以信托这个业务 如果好好去规划 真的他的前途不可限量 业务非常多 当然关键还是三个字 你的专业能力 你的管理能力 你的劫策的能力 那么再讲说第八个 信托业务的这个混争 那么信托业务混争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分针的视线 尽量用书面要申写申术内容 那么申术的这个程序 尽量要书面申请 那么处理的态度 一定要符合和平 诚恳公正 而且第五个 第四个回应的程序 要用书面含护 那么第五个保密的衣服 要绝对保密 保密 那么第六个文件要留存 因为要专业的留存 专案的留存 专案留存 而且要保存现在五年 要五年 那么至于信托税制的实物的话 因为它牵涉到税的问题 正宜税通常有委托人要负责 所得税原则上有受益者 那么受益者没有特定 或还没有存在值 有受托人 地价税有受托人负责 土地增值税有受托人有偿 或归属全力就是买方 无常 都是要有受托人负责 弃税当然由全力人买方 那么至于这个房屋税人 当然由受托人来负责 所以由信托上的一个税户的归属 问题同学可以了解 很多税都是由信托公司来承担 就符合我们前面所讲信托优点当中的结税 那么加上因为信托它是蛮专业的 而且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团队 它可以针对每一个委托人这个属性 而发挥它专业的一个利益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们这一场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各位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宇宙浩瀚 华氏教育文化 ante高 台湾